什么样的饭局要少参加呢? 《雪观音》是一部不错的政治电影 没错,不仅仅是悬疑,不仅仅是惊悚 它还是一部很秀的政商戏 而且叙事角度很刁砖 用的是女性视角 大部分都是官家眷属之间细微的政治斗争 这一系列视频 信承也将从一个比较特殊的视角切入解读 什么角度呢? 那就是吃饭 就是一个个聚会与饭局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饭局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饭局 先看饭前准备 唐夫人家来了访客 农会会长林氏一家 农会相当于银行 林先生相当于行长 行长太太是一名日本人 林翩翩是他们的独生女 唐老将军的遗孀 唐夫人人脉不错 以古董商的身份 充当了不少达官贵人的中间人 小女儿有点手忙脚乱 珍珍 不是叫你把你姐姐从船上撕起来吗? 原本应该由大女儿来招待林堂长一家的 结果没有出现 为什么呢? 我刚刚看到唐宁姐姐跟两个男的 珍珍 你姐呢? 原来大女儿唐宁和家里的两个下人 断中断意 共同成长 此情此景 还被唐真与唐真的闺蜜 林翩翩看见了 虽然他们俩是闺蜜 但林翩翩对唐真的态度居高临下 主要是唐家的社会评价不高 有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 也是最重要的 唐家目前主要靠唐夫人勉强维持着地位 由于缺乏公职 地位岌岌可危 我刚刚看到唐宁姐姐跟两个男的 在那边聊天 社会评价上 唐宁私生活混乱 还有私生女的传门 少女的心思总是很敏感 即便是这样 细腻的唐真 还是牢记自己是主人家的身份 给林翩翩换鞋 林翩翩处处压唐真一头 甚至在大人面前阴阳怪气 嚣张跋扈 可即便如此 林翩有时候也不得不找 唐夫人牵线搭桥 唐夫人作为将军仪双 风光不在 能量还在 能力极强 这孩子 远房唐兄弟来了 这忘了正式 这里面我们可以注意到 段宗段义两位远房亲戚 被他叫了回来 可不仅仅是为了和唐宁成长这么简单 王元长是明年主席的大月门 要搞好关系哦 冯的身世死低了点 我们秘书长 但是寻传人少走的路才有好风景啊 聪明的观众可能就听出来了 这是政治中最重要的站队问题 从林翩翩的态度可以看出来 林家从来就没有看得起唐家 人是不会听从自己看不起的人的意见的 既然林家对唐家没有尊重 就更不可能听从站队建议了 回到剧情 唐夫人只是简单试探一下 他知道林家不可能答应站队冯秘书长 拒绝站队冯秘书长的这一刻 就注定了林家必然会败亡 为什么呢 因为林家被自己高高在上的态度左右 而不基于事实判断 在这里鼻子足够灵敏的话 起码应该敲赏警钟 林家在唐夫人这么明显的暗示下 依然相信唐夫人 就怕我只是个过路财神 不得不说林家的败亡是必然的 我们轮回的状况 唐夫人抛出鱼饵 由她组织的弥陀计划 弥陀计划就是一个楼盘开发计划 政府预备开发的候选地有两个 一个是秀山 一个是沥水 院长夫人也来我们这里开花仨 看来中央要在我们这里发展事业 并非空穴来风 唐夫人影响大家压宝秀山 院长这一条线上 和想攀上这一条线的人 利用自己手上的权力 金钱 投入其中 等项目开发成功 价值飞涨 今天一块钱去买 明天一百块卖出去 这么迷人的游戏谁不喜欢 具体操作流程 我们到了剧情点的时候再说 我院长夫人的车已经下交流到了 这么快啊 那也好 我们多一点时间陪夫人聊天 请吧 好 大姐 应该快到了吧 来到饭局地点 王院长的立毅代表 院长夫人重心捧月班 来到唐夫人准备的画展兼饭旅中 可惜一个意外发生了 着色能够放在圣子美丽的花园里头 哎呀 这真是太堂能处了 王夫人客气了 直到您修佛啊 我们特别请唐夫人选了一尊古董菩萨 献给您 您看 来 什么事 是我不好 没用性包装 菩萨帮夫人挡栽了 谢谢平安 谢谢平安啊 你说党灾 我会有什么灾你 打人不打脸 为什么院长夫人开场没多久 就对唐夫人不耐烦 并出言搓她 打她的脸面 仅仅是因为观音像断手了吗 一方面因为地位使然 另一方面因为唐夫人选边占了缝密书 对观众和其他角色可能不清楚 可是作为冯秘书长最大的竞争对手 谁支持冯秘书长 院长很可能是知道的 所以 这里面院长夫人是在敲打唐夫人 你说我有灾 你威胁我吗 你自己小心灾火吧 当然还有别的意思 这只是其中一种解读 王院长一家对唐夫人与冯秘书长之间的事 不太可能完全不知情 我们回到剧情 哈啰 女士与先生 几场话还没结束啊 王阿姨 这是您最爱的雪花糕 这么大的丫头了还像个小太妹死 小太妹可是熬了整夜帮您布展呢 您看 我们唐家办事可是很细心的 我妈还特别订做制服要我们一同迎接您呢 嘲笑这三个人 您们在一家三代 哦 三口 只要你们站出来啊 全场都让你们给震惊了 夫人 您真俏皮 我们都是配角您还是主角 涉及到自己的丑闻 唐妮不高兴了 唐夫人面带微笑地挽回唐妮的脸面 唐妮却不领情站到一边 咱们叫玲玲 为了夫人您熬了好几个月 是啊是啊 你们您最能干了 这里暗示着唐夫人并不能完全掌控唐妮 同时唐妮喜怒 心欲色 属于那种心里常不出事的人 说明她缺乏正能人物最基础的素质 什么素质呢 让人看不透 唐真是有这方面的素质的 我们后面会详细分析 说实话 前一阵子当画展 找了一些人来啊 弄个生生文文的 最好笑的是什么呀 他们现在流行做一种什么 什么 饱废 院长夫人马上找茬 又给唐家制造了摄死场面 一会儿要是吃自助餐 那就是乞丐讨饭 一人发一个盘子 然后大家排着队 拿着盘子去领东西吃 你说像不像乞丐讨饭吃 啊 好笑不好笑 而唐家准备的恰恰是buffet 自助餐 在上层家族的这种聚会中 在哪里吃 怎么吃 怎么穿 这些东西其实没啥用 但是无所不用 也就是说都很讲究 是划定对方家族 在不在自身圈城的重要证据 这场对话 所有的细节都设计了 在哪里吃 院长夫人之前已经夸过了 现在不能改口 唐真刚才院长夫人已经调侃过 唐家的小丫头偷吃可露馅了 唐家一家三口的衣服 唐您和院长夫人也对过线了 我妈还特别订做制服 要每同人接您呢 瞧瞧这三个人 全同样的花色 多出色啊 啊 怎么吃 还没上菜 所以院长夫人先把话说死 故意刁难 给唐家出难题 其实这些行为除了是在发泄不满 更重要的是压制 让唐家理清自己的身份 不要妄图向上爬 尤其是别往自己正底的那条线爬 表面上是犯的菜式问题 其实讲的是弥陀计划这个局 唐家怎么做的问题 我们看唐家怎么解围的 我们先来看另外一个 看似毫不相关的问题 唐夫人真的只有女儿吗 答案是远远不止 唐夫人起码还有关系 比较脆弱的儿子 那就是记者嘉奎 这是她干儿子 干儿子也是儿子 嘉奎一家为了答谢唐夫人 被儿子在赵总编手下 谋了一份猜事 给唐夫人送了一条血红的鱼 鱼 鱼里面有红包包合的礼物金项链 哎哟 我看这个阿姨妈 这清新送鱼过来 原来是要送红包来 那什么年代啊 还没有把红包包拿到鱼的头来 你笑死啊 我妈 分鱼做菜 唐真年纪尚小 解决不了中西市菜市问题 整个画展与饭局的布置 都是由唐宁熬了好几天弄好的 所以唐宁出面解决 我妈不要欺负小孩子 说明此时很多事儿 唐夫人需要唐宁 唐宁这里说了一很重要的一句台词 外面建民造就 鱼给上层分 揭示了政治生态环境的恶劣 不过唐夫人的工具人 不仅仅是唐宁 因为主菜是记者一家给的 也就是说整个弥陀计划 唐夫人有一个重要支点 那就是第四权力 媒体 也就是宋宏宁的家葵 这个干儿子所在的报社 不久后 唐夫人通过报社在媒体界造势 做了不少报道 影响了局势 当然 他们家还有一个身份 普通百姓 暗示着上层通过施恩 轻松崛起他们送上的金子 鱼肉 甚至是遗切 弥陀计划的钱 来自于农会 百姓的存款 弥陀计划的买地资格 来自于百姓 收益呢 下一个镜头 拿着佳葵这一家普通百姓送的项链的唐宁 背后串出来两个阴间人物角色 直接把庆程吓了一跳 这里暗示着唐宁的阴间结局 一水之歌 有名歌手在场 第一句歌词就是 送你到火车头 火车头 结合后面的剧情 我们知道唐真在火车上迎来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刻 第一次唐宁和段毅半右半破的带走放学后的唐宁 但最终唐真自己选择上了送Marco的火车 所以唐真也不在这一头 应该分为隔水相往的三边 果然 镜头摇过去 看到唐真 唐真由林翩翩领着 去往不可回头的饭局所在的公园边上 此时 面前的水就如奈何 隔开二人 御事者虽然唐宁帮唐真结尾 却同样也对唐真的命运无能为力 林翩翩想要翻越高高的围墙 帮助她的人是唐真 唐真真的有在帮她吗 她透过围墙的孔洞看着Marco 眼神逐渐变化 总而言之 镜头里林翩翩最终也没有翻过围墙 去到她以为自由的围墙之外 况且围墙之外 真的是爱人吗 这里插播一句 其实爱情或者说男女关系 在男性作为主要叙事角度的全模戏当中 不一定重要甚至不一定出现 但却是女性向政治系必不可少的部分 因为她是唐夫人这种政治动物不可或缺的筹码之一 开场已经巧妙的将一家三代而不三口 目前的爱情关系交代了不少 唐夫人与冯秘书长立追求宗 唐宁与断中断立欲望追求宗 唐真暗恋追求宗 我们展开一下说一点 林翩翩、唐真、马夫都是年轻人 代表着我国某省的未来 某省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 目前在不确定的组织状态中 看看林翩翩的父亲林桑走的路子 是和日本妻子结合 最后他们的爱情结晶林翩翩却被本土派马夫所窃取 唐夫人发迹在粤港地区 可能继承了唐老将军的缅甸远征军这一派系 原本唐真学的是日语 一开始由于唐夫人与唐宁争斗 让她烦恼不移 只好向林翩翩靠拢 然而唐真最终在唐夫人唐宁和林翩翩之间 选择了马夫马口 对她而言真正有吸引力的还是本土派 可惜她也被本土派那啥了 这么一看是不是有点意思呢 多吃一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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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长我们敬你 来来来来 议长 我们敬你啦 多喝点 来来来来 谢谢啦 真棒 回到饭局 此时饭局又多了几个人 那就是议长以及她的特助Miss Zhang 还有县长以及县长夫人 刘夫人 这个县长夫人 曾经扮演过三菜妈妈 都是弥陀计划中的重要人物 预示着弥陀计划 普通老百姓和下层官员 只能在旁边排队持自助 不过这个计划的最后一块拼读 还需要一个人来完成 那就是突然闯入饭局的小青流 小青流是一个小官 对于迷头计划的审批流声上 有一定的权利 我们说过这张桌子 就代表着迷头计划的分蛋道的各方 可以注意一下 有资格上桌的都是大人物 唐宁 唐真 林绵绵 都是没有资格 也没有必要上台的 小青流虽然也是大人 但是想上桌 可惜不够格 为什么呢 筹码太少 签字权虽然能卡人 但只能卡些时间 不能搅黄 另外 弥陀计划可能落在秀山 也可以是沥水 这不是小青流可以左右的 所以他还不是大人物 不够资格上台 走 你等我来喝一口 好 我赢了小青流 现在没赢了 等你再说 死我 回顾一下 林桑拜托唐家 要给饭局核心人物 院长夫人送的礼物 观音像断了手 晦气 院长夫人没有收下这礼物 又回到了唐家手上 之后 不管是议长 县长 县长 还有林家 都不可能留着这观音像 结果嘛 正巧用来打发 硬场饭局的小青流 这一点非常有意思 下集我们再谈 我们可以注意看一下 特助Miss Zhang说 她来搞定她 同时 唐妮用怀佑手段 拉走了她 她始终没能上饭桌 明示了她最终的命运 至此 本剧第一场饭局大戏 基本结束 主角既然是唐家这一派 自然 最后的赢家是他们 为什么院长一干人等 输了呢 这里院长夫人不高兴 和农会的林家一样 她也拿唐夫人一家开涮 阿姨 这是您最爱的雪花糕 哎呦 这么大的丫头 还像个小太妹似 我出色 啊 你们这一家三代 哦 三口 哦 其实这里已经暗示了院长 县长 林家一派失败的重要原因 也不复杂 唐夫人要的 他们给不了 或者说 现在不可能给 那么 唐夫人要的是什么呢 钱 这是他们认为的 比如 加入唐夫人祖局的弥陀计划 让他赚点钱就够了 就像拿断职观音 去打发小青流一样的 一句高林下的原因 只要迷途计划 能够落在秀山村的 哎哎哎哎 你没有这种事 我跟你讲 你讲到重点了 我跟你讲 我们公务员 拿国家的薪水 绝对不能寻尸苟且 可唐夫人在老将军在世的时候 尝到过权力的滋味 意识到再有钱 也得不到面前这些 金玉其外的人的尊重 他要的远远不值钱 由此 我们就可以明确 唐夫人到底要什么 那就是与饭局上这些人平等 或者更高的地位 也就是权力 就算你真的出海 你可以想我吗 我就不可以像个人样 好了 没想到一次饭局讲了这么多 这一期节目先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正能角度的分析 喜欢的话三连告诉我 咱们下期再会 好浅力哦 这个菩萨 他是自己来找你的教官 你不认识我 你不认识我